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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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十月怀胎的过程 等于是摩耶夫人 就等于她也是转变这个凡胎 就变成了一个 所以她生下了西达多太子之后 她这个整个身体就是 身心世界就已经飞起来了 飞起来 所以这个时候 她就跟她的妹妹 摩喝拨舍拨提 就跟她说 她说因为我生了太子 我的整个身心就飞起来 都已经在天上了 所以我不会在人间住多久了 我就把太子交付给你了 所以她这一说好了 等于授权给了摩喝拨舍拨提一样 这摩喝拨舍拨提 我一下子就生起了母亲的感觉 所以她对西达多太子 就完全就像对自己的儿子一样 而且这个就开始有奶水哺乳的 所以这些事都是过去 菩萨行菩萨道的时候 说发的愿 在《大悲莲花经》里面 宝海婆罗门 她的儿子 三十二相出家之后 成佛叫宝藏如来 宝海婆罗门就发了种种的大菩提愿 其他的一些 她劝发了很多很多 有的求生净土 有的愿意摄受着土 这个宝海婆罗门就愿意在一个左恶左恶右左恶的一个世界来成佛 教化众生 所以她发了这样的愿 之后当时的菩萨 比如说须弥山王 她就发愿 她说 我愿意生生世世来服侍你 你要成道的时候 我愿意做你的父王 所以你看静犯王她这么清静 然后那个海神 海神女 她就发愿了 她说 我愿意生生世世做你的母亲 然后有位和神就发愿 我愿意做你的乳母 然后两位地识天 天王就发愿 我愿意做你的侍者 然后两位地识天就说 我愿意尊为你的弟子当中神通第一的和智慧第一的 那就是你看穆建联和舍利佛 还有法愿就是我愿意集结你所有的教法 你所有的教法 我都能听闻到我的心里 那就可以知道 过去这些菩萨都发过愿 那也可以知道 甚至释迦牟尼佛来到这个人世间 从在都在内愿 然后来到人间 这个一步一步都是过去愿力所成就的 不是说偶然的 包括佛陀教法 这个正法注释一千年 相法一千年 末法一万年 这都是释迦牟尼佛的愿力 我们能听经文法能做到这里 所以这个祖师们说 所有我们看到的佛教的这些形象 所有的这些都是释迦牟尼佛的力量所化现出来的 包括我们在座的每一位 听到的我们现在讲的每一句经法 你们的恭敬心 所有的我们能做到这里 都是释迦牟尼佛的力量所化现出来的 所以在这里面 佛陀就 以地藏菩萨本愿 就是什么呢 就是事业是由他的愿力而延伸出来的 所以这里面从一开始 地藏菩萨本愿就是升刀立天宫 为第一开始的 下面摩耶夫人升天之后 然后佛陀也送走了父王 父王就往生极乐世界了 加比罗为国都信佛了 然后以这样子的一个背景 然后到天上去 他想到我妈妈还在天上 还是天人 还在想着福 他还不知道出离三界 所以爸爸已经解脱了 所以这个时候佛陀就升天为母说法 我们经书翻到神通品第一 菩萨为了利益众生 特定他都是善知方便 有时候会显现神通 特别是佛陀升天 他就是以神通力升天的 但是佛陀下降 比如说整个讲地藏经 人间看不到了 看不到佛陀了 诸大国王都是佛的弟子 长久看不到佛陀 就非常思念佛陀 所以我们人间佛像 也就是在这期间造的 就幽田王造佛像 幽田王造赞潭墓的佛像 摩切托国王 平毕苏罗王 也是他听说隔壁 你这个办法倒好 你造了一个赞潭墓的佛像 我纯黄金做一个佛像 所以那个时候都是 人间有佛像 就是佛陀在讲地藏经 升天的时候 人间在开始有佛像 造的佛像 所以在这个时候 其实整个这样一个 也是立体的 佛陀升天去了 人间消失了 但是这也是不可思议的 人间消失了四个月 但是在天上的时间是很短的 为什么呢 因为逃离天宫的一天 就是人间多少年 一百年 一百年 就叫天上一日 人间百年 那你想想看 那佛陀升天 他这个时空 他也是以神通 把这个时空 还是有转化的 他不是要转化的话 你说说看 他人间不知道 多少年过去了 因为那个 人间那四个月 你也就算的话 那天上才多长时间 没多长时间的 但实际上 他在天上 不仅 其实在那个大乘的 那个佛陀的传记里面说 不仅说了这个地藏经 还有一些经 都说的 我们从一开始 如是我闻 一时佛在涛利天 唯母说法 而时时方五量世界 不可说不可说 一切诸佛 几大菩萨摩赫萨 皆来集会 赞叹释迦牟尼佛 能与五着恶事 显不可思议 大智慧神通之力 调福刚强众生 知苦乐法 各浅释者 问讯使尊 我们就到这里 前面从如是我闻 所有经典的开头 都是这个格式 这个格式就来自于 佛陀在涅槃的时候 阿难尊者哭得死去活来 然后其他的尊者就说 阿难阿难 你不要光哭 佛陀要涅槃了 你还有事情要问佛陀 阿难说 我还有什么事 佛陀都要涅槃了 我还有什么事 我心里面空空的 我还有什么事 能够问佛陀 他说有 这个有四个装饰 你要问佛陀 第一 佛陀在世时候 我们以佛陀为师 佛陀涅槃之后 我们以谁为师 佛陀在的时候 我们以佛陀而住 佛陀涅槃了 我们以谁而住 佛陀在的时候 六群比丘捣蛋的出家人 佛陀会呵斥教化 佛陀涅槃之后 谁管他们 第四就是 佛陀涅槃之后 佛陀在的时候 我们依着佛陀听经文法 佛陀涅槃了之后 佛陀所有讲的经法 我们要集结的时候 以和开头 阿难尊者听 这个真的重要 这个很重要 这个再重要不过来 谢谢你提醒 不哭了 赶快到佛陀面前 跪下来 请问佛陀 师尊师尊 您住世时 我们以您为师 您灭盘后 我们以谁为师 就问了这样的四个问题 佛陀就告诉他 说佛涅槃后 以戒为师 我涅槃后 以四念处而住 四念处就是 观身不尽 观受是苦 观心无常 观法无我 这四念 这四念就是什么 正知正念 我们贪着这个身体 不知道他是不尽的 不但贪着自己身体 还贪着对方 男的贪女的 女的贪男的 不知道这个身体 是不长久的 不单单不干净 不长久 不永远 不长久 所以一切瘦 比如说我们坐在这里 你说如果热的话 开空调 这开了空调 我们苦的本性就没有了吗 没有 你热的时候可以喝冷饮 虽然喝了冷饮 但是我们怕热怕冷 种种不失忆的这种本性 并没有消除 只是相对的解决了 并没有这种根本上拔除 所以瘦 一切瘦 也是因为无常性 也是苦的 这个心也是无常的 罚 一切法是无我的 虽然是犹如公画师 善作诸画像 他画了之后 他就不听你了 所以这个世界 以四念处而住 这样提起正念 那你就以正法了 就受用佛法了 所以佛祖师是六群比丘 由佛陀教化 佛陀涅槃之后 六群比丘 什么什么呢 他比如说前面说的 污道沙门 或者我们在家信徒也是 不听话 那怎么办 就莫病 不要理他 莫病 大家不跟他一起玩 他就觉得没意思了 莫病 所以我们现在听到如是我闻 我们要想到这是释迦佛陀经口所说 所以这两年我才有这个感觉 我现在不管是大秤小秤经典 不管是我们中国人的读的汉语 还是藏人的 还是巴黎语的 男的 女的 老的 少的 只要他一读到今天 我现在都会有感受 因为我听到的不仅是那个人在读 我听到的是释迦牟尼佛 曾经所宣讲的 所宣讲的 所传出来的 告诉我们的 所以今天我们如是我闻 所以佛陀涅槃之后 阿难尊者所有的这些后事处理完之后 加设尊者就劫疾进藏 但是劫疾的时候 阿难尊者还没有证得阿罗汉国 没有证得阿罗汉国 所以这个499位阿罗汉都来到了 这个摩切托国 后来的这个就是这个阿舍世王 也皈依了佛陀 也忏悔了 而且发愿 就是做这个节级经典的 总共护法 所有吃的都他提供 就在那个灵鸠山的七夜窟 集结进藏 这个阿难尊者是大惭愧心 晚上的大座 思维佛陀所教导的法 就快天亮的时候 觉得有点累了 躺下休息一下 他就这个躺的时候 身体一靠 头还没沾到枕头 增阿罗汉国 所以这个阿难尊者 增阿罗汉国是很奇特的 别人打坐 或站着 或进行 或者怎么样 或听到佛陀的法 闻声而悟道 阿难尊者是靠 靠 靠下 一靠 头还没沾到枕头 大彻大悟 增阿罗汉国 赶快就奔赴企业窟 在窟门外面就喊 贾设尊者 我已正阿罗汉国 贾设尊者在里面喊 你既然正阿罗汉国 那你不用开门 就可以进来的 结果他也就是 以神通力就进去了 进到里面 贾设尊者和在座的 大家非常高兴 因为什么呢 因为佛陀所讲的是教法 世尊所讲法 流入阿难心 都在阿难的心里面 所以集结精障 是少不了阿难的 所以请阿难身坐 请阿难身坐 大家也各个坐在宝座上 阿难身在更高的 那个庄严的座上 请阿难为大众 讲出佛陀曾经讲过的法 所以当阿难尊者坐上坐之后 大家就觉得 大家就觉得 佛陀又回来了 就感觉 阿难尊者还没开口说话的时候 大家看到阿难就像释迦佛陀一模一样 光明晃耀 三十二相 阿难尊者跟佛陀就差两个相 佛陀三十二相 阿难三十相 这个也比他矮一点 佛陀藏六今生 阿难比他矮一点 矮一个头 本来跟佛陀就很像 所以法座上一坐上去的时候 大家就以为佛陀又活了 难道是过去 是释迦佛又活了吗 还是他方佛又来了 正在疑惑的时候 阿难尊者说 如是我闻 这个时候 大家 有的阿罗汉也不坐在宝座上了 就下来 还坐在地上 为什么 大家 听到这四个字啊 就又想到了佛陀 就是佛陀曾经讲法的时候 大家又在前献出来了 所以当我读到这四个字的时候 我也会想到这一点 所有佛陀亲自宣说的法 为了我们所讲的 但是这个世间的无常了 佛陀已经涅槃了 我们现在只能从经书上看到 所以我们千万不能辜负佛陀对我们的教导 所以我们现在只能如是我闻 只能如是我闻 希望我们听了这个经法呢 依教奉行 都能够以后亲自再见佛 再闻法 世间无常了 佛陀已经涅槃了 我们进入末法时代也有一千多年了 所以如是佛文字里面 不仅说是闻成就 性成就 其实也是这个世间的无常的法了 在一黄又几千年过去了 佛法经书也看不到了 出家人也看不到了 人的寿命在减少 罪业在挣扎 所以这个如是是性表性 不仅是佛陀 是阿难尊者听 也是在座四百九十九位 这个所有阿罗汉都如是听到 一时就是这个经典 为什么是一时呢 不是过去现在和未来呢 这个一时是佛时 是超越过去现在未来 也叫第四时 有的也称为它第四时 它是永恒的时间 只要听听经文法的人 我们就会进入到这一时之中 跟佛陀 跟佛陀同在一处 佛陀当时在哪里呢 在涛利天 当时就为母说法 这样子的场景 那佛陀记得母亲的恩德 生涛利天 为母亲说法 涛利天 黄金为地 七宝流离 如果佛陀都是生涛利天 功来救度众生的话 那佛陀也不辛苦啊 有吃 有住 有好的 都受用 天人受用 佛陀在本院 在过去无量节间发愿 他说 我只是为了要成佛 准备成佛 我才舍得住在兜塞内院 去住一住啊 他说除了这之外 我都不会住在天上啊 为什么 要到地狱 要到恶鬼 要到我们人间来 请问 佛陀讲法是 生都在兜塞内院 是在涛利天 为母说法 辛苦 还是到人间来 为我们说法辛苦啊 神前呢 所以我们不要羡慕 佛母 摩耶夫人啊 佛陀对我们 超过对摩耶夫人啊 对不对啊 佛陀来到这个世界 八项成道容易吗 就是为了要斗化我们 要给我们这些无量节的父母 在佛眼里看我 我们都是佛的妈妈啊 所以他 他说 有的人愿意在净土成佛 说我要去舞着的这些 诸佛舍弃他们的啊 没有善知识的 黑暗的世界啊 我要去为他们说法 救这些 我的母亲们啊 所以在这里 涛利天 为母说法 我们更加要知道 佛陀为了我们 超过对妈妈 这个 摩耶夫人啊 所以在这个天宫的时候 十方无量世界 无量世界啊 不可说不可说 一切诸佛 极大菩萨摩赫萨 即来即会赞叹 释迦牟尼佛 当我们知道 阿弥陀佛 他说 我成佛时 极乐世界 十方世界 诸佛都会赞叹我 但是你知道吗 释迦牟尼佛 要来舞着恶式成佛 这个比阿弥陀佛 在极乐世界成佛 还要伟大呀 所以当释迦牟尼佛 往前 叫宝海比丘 宝海婆罗门 发愿说 要在这个舞着恶式成佛的时候 连阿弥陀佛都流泪赞叹 都说你呀 你太伟大了 你太了不起了 大悲菩萨啊 你不舍众生 竟然到那样子的世界去成佛 我做不到啊 我只能在净土啊 诶 真的 所以包括世界 包括阿弥陀佛在内的十方无量世界 诸佛 诸大菩萨 不可数不可数菩萨 都向这个娑婆世界 向释迦牟尼佛来赞叹他 礼敬他 他们被感动啊 十方诸佛 菩萨都这么感动 你想想看 我们这个娑婆世界 多少人根本不买释迦牟尼佛账的 不买账的 这就叫什么 不知好歹 不知高低 我们很多这个世界的众生 根本不知道高低的 佛来救他 他不知道 十方诸佛都被感动的痛哭流涕 这我们说佛世界的人 麻木 所以这经文后面就是刚强 赞叹佛能与五着恶事 献不可思议 大智慧神通之力 调福刚强众生 令众生知苦法知乐法 教众生借恶修善 因为恶就是就得苦的果报 善就是得乐的果报 所以释迦牟尼佛来这个五着恶事 五着恶事 五着在阿弥陀经里讲到 劫着 见着 众生着 烦恼着 命着 这五着 我们之间也是着恶的 生命又是烦恼的 然后整个命也是 也是过去的夜暴成熟 也是着的 然后生的这个时代 这个环境众生着 然后这样的时代又是杰着 说明越来越短 所以我在看这个经书里面讲 说这个娑婆世界 人命两万岁三万岁的时候 说这个已经是 不清净善知识 就已经不知好歹了 颠倒 以苦为乐 造恶业的比造善业还精进 说这个世界 我这个就想 我们这个世界 人寿两万岁三万岁的 尚且如此 更何况人寿百岁 佛陀在这个时候 释迦摩尼佛 在现种种教化 教化我们人类里面 然后到人寿一千岁的时候 佛陀就准备好 要到人间来 赶快准备到斗塞内院 到人寿一百二十岁的时候 就开始就准备了 这个娑婆世界的种种 佛陀就已经开始布置了 因为人寿百岁的时候 他要来到人间 所以人寿一百二十岁的时候 佛陀已经开始在准备了 人寿一百岁的时候 佛陀来到 这个时候人寿百岁 你这个太短暂了 在这个宇宙里 这寿命简直是 非常短暂的 五着恶事到底是什么 像 释迦牟尼佛的王节发愿 入第二恒河沙等 二生 阿森底节后分 娑婆世界 贤节中 人寿百二十岁 为老病死之所残腹 黑暗世中 无所私之 聚集 一切诸不散根 行与邪道 如烦恼河 专作武力 毁坏正法 诽谤圣人 犯似重境 与如是等烦恼乱世 当成为佛 佛来到这个世界 你知道为什么佛会来说这些 说这些 因为这个 有一次佛在讲经的时候 弥勒佛和那些诸大菩萨 忽然起来向东南方礼拜 那其他弟子就觉得奇怪了 是准是准的 您在讲法的 弥勒佛跟其他人 为什么他不听法 他要向东南方礼拜呢 佛陀说 因为东南方 有一位佛成佛了 莲花尊佛 他成到了 所以弥勒菩萨 跟诸大菩萨可以看得到 还有其他人看不见 他佛陀就讲了 莲花尊佛的清净庄严 那弟子们又疑惑了 那其他世尊世尊 我听你说其他佛都那么好 都那么清净 为什么你的佛徒这么武浊呢 这么不好呢 那佛陀就说 这个国土的清净还是五浊 结是他的本愿 有的发愿是取于净土而成佛 但我是取于浊土而成佛 所以他讲起了他的本愿 所以这里面 所以这里面 所以佛陀在五浊恶势 献不可思议达智慧神通之力 调伏刚强众生 知苦乐法 这个十方诸佛菩萨 都是这种赞叹 因为这个叫难行能行 佛陀来这个世界也是难忍能忍的 这个娑婆世界就叫堪忍世界 众生仁愚而受苦 这个诸佛菩萨来 也要忍受这些 因为教化众生 本身也要有这种忍的 只不过凡夫的人 比如说身忍福忍 那佛有无声法忍 比如说菩萨觉悟了之后 知道心地是成佛的根本因 那能够安住于心地 那在时间 在环境当中也能够去忍 那叫信忍 我们下面我们大家从头念一下 经本打得开到前面 地藏菩萨本愿经卷上 涛利天宫神通品第一 如是我闻 一时佛在涛利天 为母说法 而时十方无量世界 不可说不可说 一切诸佛 即大菩萨摩赫萨 皆来机会 赞叹释迦牟尼佛 能与五着恶事 显不可思议 大智慧神通力 调福刚强众生 知苦乐法 各遣世者 问讯世尊 放败千万亿大光明云 所谓大圆满光明云 大慈悲光明云 大智慧光明云 大般若光明云 大三昧光明云 大吉祥光明云 大福德光明云 大功德光明云 大皈依光明云 大赞叹光明云 放如是等不可说光明云影 又出种种微妙之音 所谓谈波罗蜜影 吃波罗蜜影 长提波罗蜜影 比利也波罗蜜影 长波罗蜜影 波罗波罗蜜影 慈悲因 喜舍因 解脱因 无漏因 智慧因 大智慧因 私子厚因 大私子厚因 云雷因 大云雷因 出如是等不可说不可说阴影 所婆世界 即踏放国土 有无量亦天龙鬼神 亦及道道立天空 好到这里 我们上午就是念到这里的 对 所以大家知道了 这本经的背景就是这样的 佛陀道立天空 唯母亲说法 无量诸佛 接得现前 称赞 释迦牟尼佛 能与五着恶事 成就佛道 显不可思议 大智慧神通之力 调伏刚强众生 令众生知苦乐之法 否则的话 我们现在你看 佛经历把这个六道讲这么清楚 地狱哪来的 恶鬼哪来 畜生哪来的 那个在《楞严经》里 非常清楚的都讲 原因都讲着 但是世间人还不相信 世间人说有鬼吗 有地狱吗 不相信 就是人间的这些事 他就说 这些有联系吗 有因果吗 所以这个世界 佛就是来现前跟他说 告诉他这些众生都 所以要以现不可思议 大智慧神通之力 要这样来 调伏 刚强众生 十方世界 主大菩萨 然后 就有的人问 师父 这个地狭经 我们晚上能读吗 我说这个地狭经 你翻开来 一上前 前面就是 十方无量无边的诸佛 不可说 不可说 大菩萨 我说佛都说不过来 大菩萨都数不完 你光看到后面 什么鬼王 什么地狱 前面说诸佛刹土 十方诸佛的世界 诸佛菩萨 都在这个地狭经里 你这个诸佛菩萨看不到 你光看到鬼 有的人说 哎呀 地狭经晚上不能读 晚上又是找鬼 你没想打开地藏经 那就是十方诸佛都现前的 而且多少数量 无法知其数量 大概 他们谁都干嘛呢 赞叹释迦牟尼佛 所以我们现在 有时候想 我们听闻到佛法了 为佛弟子 哎呀 真的是 一要有一种荣耀 第二我们呢 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啊 因为佛是这么不容易来到这样的世界的 其他的 其他佛根本不来的 我跟你说啊 不来的 啊 生了天的就再也不到人间来了 啊 那三个修行的 哎 三个 那那约约 就是说 如果生到天上了之后 你回来给我报个信哦 结果过了三年也没音讯呢 啊 等他修得好 升到天上再问他 你为什么知道天上还不来报信啊 他说 你有听说从粪坑里爬出来的人 还会再跳进粪坑吗 他说 七首本燃尽心底 无尽佛藏的此尊 南方世界勇相遇 相遇 相遇 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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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眼底藏菩萨 华云 三世如来痛赞叹 十方菩萨共归 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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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银行账号 银行贷号 土地银行 005账号 012 001 202 608 012 001 202 608 有关弘扬佛教教义及活动相关之供养僧众 供斋 点灯 慈悲施食 要供焉供 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台南分会书法班招生 方朝中老师教授 日期7月13日星期三开始 每周三下午3点到5点 招收对象 国小 国中生 请提早报名 报名电话 06271 6616 06271 6616 地点 台南市永康区永大陆二段345号 静邀菩萨参与熏习 同瞻法义 共睦福恩 配合防疫措施 参加共修 敬请佩戴口罩 量体温 大家好 我是陈伯军 大部分的COVID-19立东感染者 镇头比新年人较近 在实施的环境进行基加教后 能够看心脉效忍 对会合健康有帮助 在基加教后的孩子 若是退休了后 没什么没爽快 而且务动力跟饮食正常 就能够继续在家里效忍 若是孩子出现经时的症状 趁实性化症 向医生协助 务动力不好 爱睡 趁实跟依依旧连禄 经济的时刻 跟顶尾人情心送去便宜 在北台湿 照顾吃 跟基加教后的孩子 都要努力跟其他大作会的亲人接触 以前非常适合 继续建设风影 修好你我健康 为了大家可以更好地了解藏传佛教 也能够更客观地去了解不同的宗派和见地 所以我觉得今天还是要有必要 要讲讲这段历史 不管怎么说呢 他对千百年来整个藏传佛教的发展 都起到了至关重要 可以说是决定性的作用 这就要讲到藏传佛教史上最著名 也是最有影响力的一个事件 就是顿见之争 甚至呢 时至今日 其实在藏传佛教当中 类似的争辩还在积蓄 所以呢 我觉得各位至少对此呢 都有一些多多少少的一些了解 或者可能有听说过一些蛛丝马迹 那么这个顿见之争是什么意思呢 他们争的是什么呢 这是顾名思义啊 顿见之争就是顿门和见门之间的争论 顿门呢 也就是顿悟法门 在这场辩论当中呢 主要以汉地大禅师 摩赫业为代表的 我们大家都熟知的这个由达姆祖师所创立的这个禅宗一派 那见门呢 正好相反 相反啊 他们主张的是见之修行 从而成就佛果 在当时呢 是由印度高僧莲花界委代表的印度僧众一方 那么这个顿见之争是怎么开始的呢 大概是在公元八世纪后半夜 莲师已经离开了吐伯 几乎大师也圆寂了 之后呢 持松德镇为了这个广宏佛法 命人呢 从这个汉印两地分别迎勤高僧 修塔见寺 一经设斋 那么从印度请来的是 以祭护大师的弟子莲花界为首的 三十多个出家族 而从汉地 迎勤的呢 则是来自当时在敦煌一带的 大禅师摩赫爷的三位僧人 那些以莲花界为首的这些印度僧众呢 向这个詹布请奏说 那些唐朝僧人所承受的顿悟禅宗呢 并非佛说 请赞布废除所有禅宗在图伯的传播和教授 那摩赫爷和几位禅师 这听闻这个消息之后呢 就回禅三部说 既然印度的僧人对我们的这个法教有质疑 那就请他们收集 和整理出一些经意上的这个问题 或者疑点 我们来回答便是 如果真的像他们所说的 禅宗的法义有任何的错误 或者说是佛法大义之间有任何差池 那就请赞布马上 停废禅宗法教的这个弘扬和休息 于是呢 就赞布就答应了 摩赫爷的这项提议 接着呢 那些印度的僧人呢 开始用各种方法 而且用了很长一段时间 来查找经意 又是就是搜罗各种问题 总之呢 各种挑词找毛病 但是呢 无论他们怎么辩论 怎么刁难 摩赫爷大师都是对答如流 后来呢 这个印度僧人呢 实在没办法 资之理亏 钱驴祭穷 最后呢 既然想方设法迷惑朝臣 勾结彭党 就为了为难这些禅师们 这个《动物大圣正理诀》里面说 当时有两名藏族僧人 因为这个禅宗遭到这个 毁谤 深感不平 甚至未法捐躯 除此之外呢 还有三十多名 这个深物禅礼的 藏族 出家人 联合起来 向三部请奏说 如果这个禅宗 像那些人说的那样不堪 那我们宁可 脱掉袈裟 跳崖自尽 那些印度人 那些印度僧人呢 听说 这些事情之后呢 就个个就是 破胆 惊魂 自惨行贿 总之呢 这场这个顿剑的辩论 持续了三年 直到公元794年 结束 那么现在就问题出现了 根据这个 根据这个藏文的史书 把歇中的记载 顿剑之争的最终结果 是由莲花戒为代表的 这个剑门一派完胜 而这个摩赫野为代表的 这个汉帝禅宗洛板 而禅宗建帝呢 被证实非佛所说 是不正确的发酵 所以呢 随后呢 赤松德赛呢 便在整个吐蕃下令 禁止和废除禅宗的传播和供养 并且呢 摩赫野一行人 遣返汉帝 因为虽然这个顿剑之争啊 听起来是一次 一千多年前的争论 但是呢 实际上呢 这个争论一直延续到今年 藏传佛教的这个后红旗呢 逐渐形成了 以现在这个四大宗派为主的各个教派 这些教派里面呢 就有很多学者认为 宁玛派的这个大元玛和嘎举派的大手印 这两种修行和见地啊 都是属于顿悟法 受到这个 受到这个 汉地和尚 摩赫野 也就是这个 禅宗法脉的影响 而历史呢 已经告诉我们 摩赫野的禅宗建地是不究竟 不如法 不符合佛教 佛陀 经教 所以呢 换句话来说的话 大元玛和大手印 也都是不究竟 不如法的修行和见地 于是呢 这些修大元玛或者大手印的这些宁玛派和格局派的这些学者也不断地想尽办法地把大元玛和大手印跟这个禅宗撇清关系 坚称自己的见解 见地跟摩赫野是完全不一样的 但是呢 实际上问题根本不是出在这儿 问题的根源在于这个禅宗本身呢 没有任何问题 顿悟法门呢 也没有任何问题 他们并非把些描述的那样是一种不如法不究竟的见地 当然了啊 今天这个听课的各位啊 基本上都是汉帝的子孙 相比于这个藏族人呢 都是比较了解和熟知禅宗的啊 禅宗作为这个千百年来 这个汉帝啊 甚至日本韩国越南等等很多国家啊 流传最广 也是影响最深远的大书的佛教派系之一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继续讲这个藏族佛教的这个历史啊 正如曾经这个连世的预言 战宝的后代呢 没过多久就 可以说是断绝了 持松得战之后的这个第四代 叫做战宝叫做战宝尊 历史上呢 普遍称他为朗塔玛 就是藏族版的牛魔王 就是吐蕃帝国的末代皇帝 末代战宝 他与这个公元836年继位 虽然在位时间只有短短的六年啊 可是呢 却做了惊天动地的事情 什么事情呢 他进行了大规模的这个佛教灭法运动 后人呢被称为朗塔玛灭法 那么他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和动机去灭法 那现在呢 就是众说纷纭 有各种各样的揣测 除了这些对佛像或者寺院等等 这些硬件的破坏和摧毁之外呢 最重要的是他打压和解散和 他打压解散和清除了僧团 清除僧团 具体来讲啊 他那时候不仅杀掉了很多出家人 驱逐了当时在吐蕃的外国僧人 而且禁止来就是从印度啊 从大唐来那些高僧来来到吐蕃传统 而逼迫很多僧众还俗 强行让他们去打猎 而且呢 对那些不听话或者反抗的僧人呢 就斩立绝 那么我们回到这个历史啊 刚才提到公元842年的时候 朗塔玛由于这个引起共愤 而被刺杀之后 他的两个儿子 吐蕃传和永巅 为了这个争夺王位 进而就分裂成两股势力 虽然呢 吐蕃传算是继承的王位 成为了占卜 但是呢 永巅一派呢 并不承认他的政权 所以呢 多年来呢 两方的争斗不断 情况日益恶化 大概在九世纪末的时候 吐蕃各地相继发生 这个臣民暴动起义 吐蕃传的儿子 也就是当时的赞卜呢 被刺杀 吐蕃的王朝呢 就此分崩离析 然而呢 永巅一派的势力 仍然对这个吐蕃传的后代 穷追不舍 最后呢 无奈之下 吐蕃传的一个孙子 叫做 杰德尼玛尔 直接逃到了现在的阿里地区 才算是逃出生天 所以呢 后来呢 这位基地尼玛尔 混成 基地尼玛尔 成为了什么 成为了当地的王 从此就开始了 统治阿里地区 那么这么算起来呢 这位这个基地尼玛尔 算是朗他妈的曾孙 他本人呢 也有三个儿子 然而他为了避免 像他祖辈那样 为了争夺王位 手足相残的悲剧重演 所以呢 他就把阿里 就分成了三个地区 分别交给了三个儿子 进行统治和管理 也就是历史上 阿里三地区的由来 那么这三兄弟当中的二哥 叫做扎实德管 他被安排来统治当时 阿里东南部的布朗一带 也就是今天的普兰县 后来呢 他在这里建立了历史上非常有名的古歌王朝 那么这个古歌王朝的建立呢 大概是公元十世纪末的时候 扎实德管就是他的开国之君 第一代君王 接下来呢 他的儿子 也就是古歌王朝的第二代君王 叫做什么呢 叫做松耶 是一名虔诚的佛教徒 后来呢 他就退位出家 他法名叫做拉拉玛伊西尔 就是当时第一位 想要引请阿底下尊哲 入葬的古歌王朝的国王 为什么说是第一位呢 因为他直到此事啊 都没有成功的请到阿底下尊哲 最后是他的后代 才将阿底下尊哲 请入藏地的 那他们是怎么请到阿底下尊哲呢 我觉得要下回分解 所以呢我们今天讲到这 谢谢大家